大家好 我是眼科邓维达医生 心思台观众 你们好 今天我想讲一个题目 挺常见的 从香港都市人来说 就是眼干症 眼干症顾名思义是眼睛觉得很干很稀 其实眼干的成因是什么呢 首先可以了解眼睛的泪膜结构是什么 我们平时眨眼睛的角膜前面有一层泪膜 泪膜分开三层成分 最前一层是油脂层 油脂层的作用就是减少泪水的揮发 以及稳定泪膜 而第二层就是水层 水层就构成泪膜的主要成分 而最低那层就是黏蛋白层 就是保持着水份 贴着角膜的表层 好了 眼干症的成因 其实最常见的成因 就是因为水层分泌不足 所以从而导致眼睛肝肝肝肝肝肝肝的情况 不过除此之外 油脂层出现问题也属于很常见 油脂层出现问题的成因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眼黏 上下眼黏眼线位 其实有很多油脂线 很多时候当这些油脂线 出现一些发炎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些油脂分泌失痕 影响了油脂层 一样也可以令到眼睛前面的泪膜 出现一些分布不均匀 以及一些眼干的症状 好了 究竟有什么成因 可以令到眼干更加严重 一般随着年纪 眼泪水分别会少一点 但是一些周边的因素都会影响 例如经常对电脑 斩蚌次数少了 再加上如果做事的地方 都是一些冷气地方 又或者是秋冬季节 周边的环境的湿度低 其实也会增加了眼光的情况 另外其实有些药物 也会可能令到眼泪水分泌少了 例如一些伤风感冒药 一些收鼻水的药 其实有时也会令到 加剧了眼光的情况